大家好 我是Kyoko 大家看到背景不同了 代表我今天並不是想分享日文 而是想分享一些關於日本的資訊 一些流行的可能是食物 或者是美容 或者是其他等等的資訊 我都會想分享給大家聽 今天第一天我就是想分享這個美容的T字棒 黃金T字棒 這個也在日本好像已經熱了一段時間 傳到來香港 不知道現在是否正在 總之我剛剛才收到這個T字型的按摩棒去試用 我在日本的大鏡頭看見大概要賣一千多元 不過因為剛才說它已經熱了一年左右 所以現在淘寶也有很多 A4 或者淘寶的平價版會出現 這個是別人送給我的 所以 但我看它跟我在日本看的那支不太一樣 應該不是日本的 那我們一起開箱看看 開箱之後 就會看到有個袋子 然後有份說明書 然後最重要是那支黃金的T字型的按摩棒 對 對 這個袋子可以剛剛好放這個T字型的棒 是JSON之好 我覺得這個尺寸 還有這個設計很喜歡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有個說明書 對 我就這樣看這個說明書 它應該是台灣製的 對 並不是淘寶的貨 所以它一定不是日本的 但我看到它全部都是繁體字 應該是台灣製的 但如果很介意的朋友 你最好就找一些朋友去日本 幫你買這個黃金箱 或是找一些大公司 一些商業好一點的公司 就不會那麼容易賣到假貨 因為淘寶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假貨 總之它是便宜很多的 大概四百多元都有 但真的那支是要千多元很貴的 那我不捨得買 因為我並不是這個美容方面的專家 那純粹是收到這個禮物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日本很流行的一些美容 是究竟的產品是怎樣用的 那我們先看看這個黃金箱 它就有介紹 人體原本存在自然電流 因為壓力或年齡增長 而引起的骨骼則變化 好 下一段我不讀了 因為讀完之後也不太明白它的原理 對 總之它的棒的原理 就是它每分鐘有六千次的震動 每一天用兩至三分鐘 就可以有按摩放鬆 和美眼保養的效果 它這裡說到使用前要準備一個五號的電池 那我們開來看看有五號的電池 嘩 嘩 它已經震了 原來是有電池的 好了 我在想什麼是五號的電池 是不是3A 大家要看看 其實它的用法很簡單 在這個尾上 它就有這個on和off 你只需要轉過去 on它就會震了 大家可能不要看到 我震多一點 原來off它就會不動 那我們一起看看它的使用方法 OK 我看到了 使用方法就是 拿出這個美容棚 握著三分一團 然後就開這個機關 好 開了 震了它 好了 就先清潔之後 就用這個T字眼的部分 由下往上 很重要是下往上 就是要這樣 這樣震著它 下往上這樣推 其實我剛剛開箱第一次用這個 對 它也真的挺震的 OK 然後它就說要由內往外這樣推 內往外就是這樣 我好像很害怕 聽到聲音 內 往外 好震 看不看到的 其實現在videos 對 好震 這樣震得多 是不是會瘦臉 還是不會鬆弛 其實會不會有瘦臉的效果呢 對 如果什麼都不用做 只拿著一支棒 然後這樣推 可以瘦臉也不錯 你就黏著這麼多 開它 對 好 等一會 等我去拍鏡那裡 看看有沒有改善了 那我剛才看一看鏡 好像沒有什麼變化了 還是鋪定了 好像有點鋪定了 可能我鋪得不夠久 因為它說我每天要鋪兩至三分鐘 我剛才好像鋪了一分鐘左右 OK 好了 總之這個黃金棒 它就說是防水的 所以你可以一邊洗澡 一邊滾都可以 當然洗澡不是花灑那一隻 我想你這樣 黃金棒會壞的 是浸著肉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推 那這支黃金棒 在日本應該都已經開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純粹是我收到這份禮物 我也很想分享給大家看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搜尋這個 黃金T字愛摩棒 它的詞應該是這樣 對了 那記得好介意的朋友 記得要去日本的專門店買 就會好一點 又或者你不介意 其實可以找一下大陸 或者台灣版的 因為我想它的黃金頭應該 應該沒有什麼分別 還是日本那些真的用黃金做的 有沒有朋友是有用開這個愛摩棒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的開箱文是這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下次可能會分享一些關於日本的零食 或者是一些流行的文化 但是這個report會不定時更新的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就可以留意什麼時候有這個report 以及每個星期六日 和平日也會溫習這個日文 那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 じゃあまたね! バイバイ!